y 等於 a 的 x 四方 那當 a 大 1 的時候 我們知道y 等於 a 的 x 四方 它長的就是長這樣 這是我們知道的 那我們上一次有掛一個 y 等於 log 以 2 為 d x 四方 當這個 a 大 1 的時候 它是長這個樣子的 跟 log 以 2 為 d 的 這個是類似的 那這兩個呢 如果它是 都是以 a 為 d 的話 它會對稱一條直線 叫 x 等於 y 為什麼 為什麼它會對稱於這裡 好 其實呢 我們如果 把一個點 比如說一個點叫做 3 等於 1 把它改成 1 等於 3 改成 1 等於 3 那這兩個點呢 它就會對稱 x 等於 y 這應該 還蠻容易看得出來的 如果你把 x 改成 y y 改成 x 的話 把 x 改成 y y 改成 x 的話 那它就會變成是 對稱 x 等於 y 之間 所以我們就會想說 你這個說 它跟它對稱 x 等於 y 那你把 x 改成 y 它會變成它嗎 如果會那就是對啦 好 如果你把 x 改成 y 它就變成它 那就是對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呢 把 x 改成 y 的話 那它會變成什麼 它就會變成這個 y 等於 x 次方 就變 x 等於 a 的 y 次方 是不是應該這樣 那變成這樣以後呢 也可以寫成對數的形式啊 這個寫成對數的形式 應該是什麼意思 log 以 a 為 t 然後 x 的對數 log 以 a 為 t x 的對數應該 應該 等 y 嘛 對不對 這件事情是不是跟它一模一樣 對不對 或者你從這裡看 這個應該是什麼 x 會等於 a 的 y 次方 a 的 y 次方 會等於 x 是不是這樣 a 的 y 次方 是不是這個 等於 x 就是它啊 所以這個就是它 它們兩個是一模一樣 那你把它改成 把 x 改成 y 以後 它就會變成它嗎 所以 它們兩個呢 把 x 改成 y y 改成 s 就會變成對方 所以它就會對稱 a 的 y 次方 比較直線 好 所以 知道了這一層之後呢 除了 我們剛才這裡在改的時候 其實沒有管 a 大 1 還是小 1 就是 a 大 1 是對的 a 小 1 也要對 因為我直接把它改掉 改成 s 改成 y y 改成 s 就變這樣 那它不管有沒有 a 大 1 都是對的 所以等一下啊 我們要討論第二個圖形的時候 這個 它就是它 好 討論第二個情況的時候 我們的 a 借在 0 跟 1 之間的時候 它也是要對稱 s 改 y 這條直線的 好 那我們還記得 如果 a 大 1 這個圖形 a 大 1 是這樣 a 小 1 應該是長這樣 我記得吧 這個是 y 等 a 的 x 次方 當 a 小 1 的時候 那現在有一條直線 就是 x 等 y 的直線 在這裡 好 那我們要問說 那如果你長這個樣子 a 小 1 應該長怎樣 因為我們之前沒有畫過這 a 小 1 了 所以它有 會 你覺得會長這樣 這裡有一個 剛才這邊有一個 對 漸進線 它是平時走 夾這個角度 要夾45度 轉45度 翻轉過來之後 這邊也要夾45度 那這邊是它的漸進線 是 y 走 那同樣的道理 這一條 它有一個漸進線 是在 x 走 翻轉 好 依照這一個 好 依照這條線把它翻轉 這一個要翻過去 那這一個要翻過來 那這個翻過去會變哪裡 y 走 水 對不對 這一條 這個角度 跟這個角度一樣 轉過去 這個 轉過來 又一遍 這一個 這一個 那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也是腳的一樣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邊的漸進線 當你小 1 的時候 如果以 a 為 b x 的對數的話 它是長這樣 它是長這樣 這樣可以嗎 好 一個是這樣 大和 1 這個大和 1 的時候是這樣 那小和 1 是這樣 好 我把它放在同一個圖形上 好 大和 1 是這樣 這個點啊 叫 1 里 那小和 1 就是這樣 好 那其實這兩個會對稱 1 這兩個圖形會對稱 1 如果 a 一樣 對稱 1 好 那這邊也要 a 一樣 這 a 要相等 它才會對稱 1 這樣可以嗎 這樣用模型 好 這是我們的關係 好 那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